这节目我们讲一下技术方案 所谓技术方案呢 就是我们讲了需求之后 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发 然后我们要中间有一个对接的过程 就是通过这个需求 我们该怎么去一步一步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对吧 我们得有个思路吧 是吧 当然我们这儿讲的技术方案比较简单 是为了我们知道接下来的开发 开发中会慢慢完善一些细节 但是在工作中 在做项目的时候 比如说需求完了之后 让你出技术方案 你要出的更加详细一些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我们课程的技术方案简单一点 现在有的地方不全是有一些背景的 所以说是不得不这样做的 所以说不要去效仿这种形式 但是这种思路大家要明白 就是我们先有需求 然后再通过技术方案去指导开发 然后我们再去开发 这个思路大家要明白 然后我这总结两点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或这个项目 讨论技术方案 我们现阶段讨论的只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做这个博客项目的这个四五端的开发 互端开发 我们需要讨论的技术方案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数据如何存储 就是我们是博客系统 比如说博客我们要怎么存 对吧 你做一个后端 你这个数据得有地方存储 你没有地方存储 比如说每个人写十篇博客 一百个人就是一千篇博客 这个一千篇博客往哪存 对吧 你存不起来 人家在最后一访问的时候 不就丢了吗 如果你之前做前端开发的话 这件事情你不用考虑 你不用存储什么东西 你需要存储什么东西 你直接把它一个接口扔给后端 让后端自己存储就完了 但是现在你是一个后端开发人员 你必须考虑这个数据怎么存储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如何有前端对接 接口设计 就是之前的时候 比如说你做前端开发 或者说之前的时候 你做后端开发 你做后端开发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你肯定是和前端对接过一些 接口的设计的问题 那之前如果你做前端开发的话 那你肯定是也和后端对接过一些 接口设计的问题 所以说接口设计也是比较重要的 只要我们能把这两点 数据如何存储 接口如何设计 这两点能先去捋明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思路了 只要是把这两点搞定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两点 去把这个系统去做完 好 那我们详细看一下 数据存储呢 我们其实主要存储两点 第一点肯定就是博客 对吧 我们的博客 就是别人起了博客也好 编辑博客也好 获取博客也好 这个都是依赖于博客这个数据的 第二个就是用户 因为我们有登录嘛对吧 我们有登录 我们有这个作者 作者肯定是可以登录的对吧 做了登录进行之后 可以管理自己的博客嘛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作者 都要存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中 一共有十个作者 这十个作者 肯定是要都存储在 我们这个系统中的 这十个作者 可能每个作者有十篇博客 那一共有100篇博客 这100篇博客 也需要存储在这个系统中的 所以说博客和用户 是我们要存储的内容 好 我们详细看一下 博客我们该怎么存储呢 就是不管是博客也好 还是说用户也好 我们都通过一个表的方式来存储 这个表的方式来存储 如果是 这可以先透露一下 就是后面我们是通过 数据库的方式来去做的 数据库的方式来去做呢 我们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呢 其实不是这样设计的 怎么设计 我们先不管 但是设计完之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把一个 数据库的一个表设计完了 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表中 表头有ID ID就是说一个编号 因为每一行的ID都不能重复 这是一个编号 title就是这个博客的标题 content就是内容 内容我们虽然写的字比较少 但是它可以存储很多很多的文字 GreatTime就是创建时间 我们是通过一个毫秒数来存储的 author就是作者 张三李四的这个作者 作者我们显示的是用户名 至于作者的真名字 就是这个汉字的名字 我们接下来在下一页PVT上会讲 大家看一下通过这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么一个表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存储很多的博客 对吧 我们可以存储一行 这是一个博客 第二行可以存储第二个博客 接下来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甚至到第一万行 到第十万行 我们都可以存储十万个博客 对吧 好 如果这样设计的话 我们这个博客的存储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呢 就是像这个表中 这个表头 像现在有title 这四列现在已经满足我们当前项目的一个需求了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项目要扩展了 我们要加第五列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 手中去增加第五列 第六列 当然随着信组越来越复杂 你这个功能可能越来越多 需要存储的数据也可以 可能越来越多 对吧 我们可以去增加第五列 第六列 但是现在看来呢 我们只需要四列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存储博客的一个表 这个表怎么出来呢 我们将会在讲解那个数据库的时候 去讲解怎么去把这个表建出来 但是现在你要明白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么一张表 来把所有的博客都存储起来 好 那接下来顺着这个思路 用户该怎么存储呢 也是像这么一张表 然后ID ID也是一个编号 Utername就是用户名 张三里斯用户名 Password是密码 密码 123123 当然我们这是名文 密码这个地方大家可以选择去加密 比如说把123加密放在这里面来 再往后是realname realname就是这个汉字的名字 张三里斯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么一张表 来去存储用户 跟存储博客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这儿密码这个地方稍微简单一点 就是现实名文 我们先这样弄 密码是不是加密 跟我们这个存储用户的这个结构 是没有关系的 它存个123也好 它存个加密的 6800的随机数也好 这个都给我们的存储结构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先这么弄 然后这个表该怎么去设计的 该怎么去设计 该怎么去弄出来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还是同样道理 我们现在只需要明白我们通过这张表就可以把用户存储起来 就OK了 好现在我们就已经解决了存储的问题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接口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需求呢 我们所有的页面中像首页 作者页 详情页 登录 还有管理中心 还有编辑页 还有删除 还有新增 这一些所有的功能 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接口来去实现 接口是什么东西 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我们做前端的时候 通过阿杰克斯调用的那个URL 这就是接口 然后方法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HTTP里面这个GET和POST URL参数 包括这个什么POST这个数据啊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内容 这个我们在课程导学里面 我们也说了就是必须有这些基础才能学习这个课程 如果是大家这块不是很了解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先去看一下这个 HTTP的相关的一些特别基础的东西 好那我们就开始捋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建一个接口呢 叫API BLOG LIST 就是这个LIST的接口 通过GET的方法请求 然后它的目里呢 是获取博客列表 然后它可以传入AUTHOR 就是可以传入作者 可以传入Keyword 如果这两个都不传呢 我们就查询所有 不传的话就查询所有 如果传了作者 就查询这个作者的 如果传了Keyword 就是通过Keyword去搜索这个关键字 模糊查询 总之它可以获取这个所有的博客列表 这是LIST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满足什么呢 我们就能满足首页的需求 对吧 首页是获取一个列表嘛 我们也可以通过 传入AUTHOR参数呢 来满足什么呢 来满足这个作者页的需求 作者页是显示 当前作者的所有的列表 对吧 我们也可以传入Keyword的参数呢 来满足这个 管理中心的这个列表的需求 因为管理中心有一个搜索的功能 OK 接下来呢是Detile Detile就是获取一篇博客的内容 详细内容 这也是GET 然后我们只需要传入RD就行了 因为我们刚才在设计博客表的时候 大家注意就是不管是博客的表 还是说用户的表 前面都有一个第一列都是个ID 对吧 都是个ID 然后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传入这个ID 然后通过这个接口呢 来获取这个ID的博客的所有的详细信息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对吧 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后面再去说 然后呢 是新建一篇博客 就是我们在后台新建博客 新建博客呢 我们是通过POST的方法去传的 我们在这儿再唠叨一下 该的方法呢 我们是获取一个数据 或者说获取一些数据 POST的方法呢 我们是要传递一些信息进去 你像获取列表 获取博客内容 这都是获取 对吧 你像新增啊 更新啊 删除 这都是就是说 主动向服务器去发送一些信息 或者发送一些内容 对吧 所以说 这个NU就是新建 然后POST 这个POST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新增的消息 新增的信息 无非就是标题和内容啊 然后这个URL参数 我们就什么都不传 然后更新一篇博客的时候呢 我们有update的借口 也是用POST URL参数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ID传过去 就是要更新的这个ID是什么 但是更新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POST的数据来去带上 然后删除一篇博客呢 因为删除嘛 没有什么内容可以 就是把ID传过去就行 也是通过POST 这儿加POST呢 是为了防止盖的请求 能被轻易的去访问到 POST的请求呢 访问的成本呢 就稍微高一些 所以说我们就用POST的请求 然后登录 最后这个登录 登录是通过这个API User Login这个接口 然后呢 它也是用POST的 然后登录的时候呢 肯定是要传入 用户面和密码 我们在POSTDATA里面 去传用户面和密码 好 通过这些接口 这个方法和参数 这个是后面的一些内容 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接口 我们就可以实现 我们之前需求中 所说的所有的功能 所以说配合我们之前 说的存储 以及现在的接口设计 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 技术方案呢 就算是初步设计完成 至少是我们 现在是有一个方向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去做了 对吧 关于登录呢 登录我们这儿没有做设计 登录是非常麻烦的 我们这儿没有做设计 为什么没有做设计呢 因为登录在业界 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 所以说我们不用设计 不用设计 直接沿用这个方案来就行了 但是呢 这个方案实现起来还比较麻烦 所谓的麻烦是 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框架 我们自己用Nodex做的时候 比较麻烦 课程后面会讲 一旦我们使用起来一个框架的时候呢 它就不是那么麻烦了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使用框架 是简单的来做 而是先去麻烦一些 然后再去 因为框架它封装了一些东西 绕过了背后的一些原理 这样的话 我们学起来呢 有些东西我们就学不到 对吧 如果我们不使用框架 不使用工具 我们直接去做一个登录呢 它虽然说比较麻烦 但是呢 第一个 你学到了它背后的一些原理 知道它这个登录是怎么回事 对吧 第二个呢 登录是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 在什么地方都会用到 你如果知道了这个业界统一的登录解决方案呢 你在任何的公司 任何的系统中 做登录的时候都会用到 而且这是相对底层一点的一个技能 就在前几天我和我一个身边的同事聊天的时候 聊天这一块它就不是很清楚 它基本上也就知道了一半左右的内容 就是全部的内容它不是很清楚 我相信它就是那种经常用框架或工具来做 但是没有深入到工具里面去研究一下 登录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而导致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大家尽量的还是要多了解一些比较基础比较原理的东西 不要总是依赖于框架和工具 好那我们这儿呢就不多说 我们课程后面呢会详细的去讲解 好简单做个总结 就是本节的这个技术方案设计啊 细节你可以看不懂 也不用深究 也不用说这一节我们看不懂 就多看三遍五遍 不用 你就看一遍 如果细节看不懂呢 就先记下 然后继续往下看 但是呢 你要明白这个存储和接口的概念和用途 就是存储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接口到底是为了什么 至于它其中的一些细节呢 如果看不懂呢 这个可以略过继续往下看 但是这个为什么它存在 它的价值是什么 它的用途是什么